你 人呢 打卡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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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被开除了 金总 对不起 他一个实习生 别让他帮忙打卡 他也没办法拒绝不是 你的意思是他没错 不 不 我的意思是 年轻人总会犯错 但是希望您能给他一次机会 就像是您总是大度的 给我机会一样 下不为例 谢谢金总 美术 谢了 嗯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估计不行 今天还要加班 哦 我突然想起了我也要加班 那就吃加班餐吧 我来安排 白秘书 公司加一条新规定 凡是职场恋爱者 一律开除 突然出什么疯了 开除 对啊 开除 你 怎么了 今天过节嘛 打扮一下 出饭 打扮成这样 一定是越来越男人 白秘书 今天的工作都做完了吗 没有啊 没有你还 所以我特地来你家跟你一起加班 走吧 原来白秘书是为了见我才打官的 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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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是 白静 坚总的秘书 白秘书 好像跟听说的不太一样啊 你是不是在阿姨那里说人家坏话了 你说什么刺激了 你就是在阿姨面前说我坏话了 真讨厌 我去穿件衣服 阿姨 阿姨 我渴了 给我倒杯水吧 好 在 那打薯片 切个果盘什么的 停 这件衬衫 是意大利射进师的定制款 上面写着 能握水 不能洗打 终于生气了 白秘书 你想开除我吗 开 开除你 不对不对不对 不应该是 你拿出两百万 让我 离开你儿子吗 我儿子 我只有一个女儿啊 老板不是你儿子吗 我妈已经七十二十年了 郑阿姨你可以下班了 好的老板 不是吧 这样的反转都可以啊 老板 你听我解释 误会 这都是误会 是 是 的 感谢观看